我們來建立這個兩平面互相垂直 與直線與平面互相垂直的觀念 我們說兩平面互相垂直是什麼意思 兩平面的話 如果相交的話 它一定會交一條直線 兩平面它有三個關係 第一個的話就是沒有交點 互相平行 第二個關係就是說 交一條直線 第三個關係就是重疊 只有這三個關係 所以如果它相交的話 它一定會交一條直線 我們說這兩平面互相垂直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沿著這個交線這樣看過去的話 可以看到這兩個平面變成兩條直線 這兩條直線如果互相垂直的話 那我們就說這兩個平面互相垂直 在這裡的話 如果這個沒有互相垂直的話 而是說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稍微傾斜的話 那這個我們有一個名字叫做所謂兩面角 就兩個平面的夾角 那兩面角會有兩個 這一個跟這個 這兩個兩面角它會互補的 所以我們更精確的這個定義兩面角 是什麼定義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在第一個平面 做一條直線跟交線互相垂直 跟交線互相垂直 跟交線互相垂直 然後交點假設這一點 然後通過這一點 在第二個平面上 也做一條什麼呢 做一條直線跟交線互相垂直 那這兩條直線 這一條是做了在第一個平面上 另外這一條是做了在第二個平面上 這兩個呢 直線的夾角 事實上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直線 就是我們從什麼 連著呢 這條直線這樣看過去的 這兩條直線 它的夾角 這個我們就叫兩面角 這個兩面角如果是 是直角的話 那我們就說呢 這兩個平面它是互相垂直 好 那第一 這是 這個 兩個平面互相垂直的觀念 再我們看看 這個 所以喔 它兩面 兩個平面互相垂直 它的定義就是什麼呢 就是兩面角等於90度的時候 那我們就說呢 這兩個平面互相垂直 再我們看看 第二個定義 第二個定義 就是說直線呢 跟平面互相垂直 直線跟平面互相垂直的話 這是這樣定義的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平面吧 然後現在有一條直線 這一條直線 這條直線 跟什麼呢 跟平面上的任何一條直線 都互相垂直的話 那我就說呢 那我就說呢 這個什麼 這個直線呢 跟這個平面它是互相垂直的 好 那它有什麼性質 這條直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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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性質 這是第一個性質 那第二個性質就是說 我平面上 只要什麼呢 只要有兩條直線 跟它垂直的話 那麼呢 這條直線 就跟這個平面互相垂直 我們可以這樣想 就是說 互相垂直 它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這個平面喔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這條直線 代表這個平面的方向 也就是這條直線 如果方向是固定的話 那我代表什麼呢 代表呢 這個平面的方向也是固定的 好 如果呢 這條直線 只跟什麼 只跟什麼呢 只跟這個平面上的 某一個什麼呢 某一條直線 它互相垂直的話 那麼這一條直線 跟呢 這個平面不一定 互相垂直 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什麼呢 我可以呢 根據 以什麼呢 以這一條什麼呢 這一條直線 就是說 這一條直線 只跟這一條直線垂直 我可以呢 以這一條直線當轉軸 我可以轉動 那我一轉動以後的話 這一條直線跟這一條直線 還是垂直嗎 但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平面上的 其他什麼 其他直線 就不會跟它垂直了 但是我如果呢 還有另外一條 另外一條的話 也跟它是互相垂直的話 那麼呢 有兩條直線的話 已經跟它垂直了 已經跟它垂直了 那這兩條直線的話呢 是決定一條 決定這個平面的 也就是說 這個平面的方向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呢 你不能什麼 不能轉動的 如果你以什麼呢 你以這條直線 當轉軸 轉動的話 一轉動的話 這一條直線呢 就跟著轉動了 它方向就不一樣了 所以的話呢 你兩條什麼呢 兩條直線的話 就把什麼呢 就把這個平面給固定了 好 那既然固定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這個方向也是固定的 就是說 我就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我就兩條呢 直線 這兩條直線的話 如果什麼呢 就是等於是什麼 等於是說 平面上的 兩條直線的話 可以決定這個平面的方向 一條直線還不行 剛剛我講了 你一條直線的話 還不能決定它的方向 因為你只有一條直線的話 我可以呢 這個平面可以跟 以這個直線當轉軸 轉動了 所以這個平面的方向 就沒有辦法被固定 好 當你兩條的話 我兩條直線的話 就可以固定了這個平面 那代表呢 兩條直線呢 兩條直線固定這個平面以後的話 那麼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垂直方向就被固定了 它的垂直方向就被固定了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兩條 平面上的兩條直線的話 可以決定什麼呢 決定呢 這個平面它的垂直方向 那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 如果呢 你有一條直線 跟平面上的呢 兩條直線 互相垂直的話 那麼呢 這一條直線 就跟這個平面 就互相垂直 也就是說 這條直線 跟平面上的任何的直線 它都會互相垂直 那這個呢 就是它的性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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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